那這個懺悔的話 用志祺記來解析說呢 在範文裡面叫懺謀 然後就是翻 又翻譯叫 回往 那講到這個 懺悔呢 在這個範文 範 就是範語跟那個 應該是中文裡面都有 就是有 就是 應該是列舉它的意思 然後 准葉書 葉書記裡面有講說 那就是就它的意義來講 就是 就是不造新的葉 就是不造新的葉 然後 懺就是指說指斷 就是過未來就是要發生的 就是錯誤 那對於 以往所造作的這些 做錯的事情 就是能夠感到 就是有那種懺悔跟休息心這樣子 那所以它這個這樣 燦 燦字是 做一個就是 就是在這邊做一個解釋 那雖然意義呢是有相同 但是 在中文跟這個範文裡面 還是要再做一個分開 是越來越 還是有一點不同 好 好 因為剛剛你去進訪了 嗯 好 那個誰 那個 聖招沒關係 先這樣看一下這樣子 好來 請聖惠來讀一遍 你給閉嘴 支持 對 好 後來 支持 它的神 positiv 啦 摯 思贏 哺 reusable Introdu 換音唱謀 ji 彷 賜言懺悔 患法雙舉 整夜疏雲 取其意義 為不照心 懺悔子 斷未來揮 為心慈以往範 有將懺悔 有將懺悔 遜守懸見 亦雖通達 法患須分 來 請立個立三 這個懺悔天 懺悔我們就是舉他的意思 持之雲 煩雲 懺悔 此番回往 你去三壇的時候 你會看到 不是啦 你去三壇做一公 你就會看到懺悔兩義 就是你做這個 我們在懺悔過去 大眾三壇所有的戒指都在懺 對 試試 對 一定要懺得乾淨 所以他的字 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還要懺悔 就是在解釋 洪玉律師就跟人家說 你們這樣讀就知道了 所以以後也會知道 很多都無形之中 如果沒有來寺院 法師跟師傅跟法師跟我們提醒的話 我們真的會無形之中變成我們的習性 對 像水龍頭開人太大了 這個都也不行 忘記隨手關單 對 像隨手關單或 剪菜葉 雕菜 不能按照我們有些世俗的標準 都要請教負責的那位法師 怎麼解釋 你如果歪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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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時候在義工 哎呦 给你灯火 明天再说哎呦 我给你灯火 灯火已经 但是他还是一样 水龙头不关 杯子不归位 还是怎么样 其实真的在博士 借力你去越了解 你会越会谨慎 很多事情不会防杯子饿 防我们去造更多 重点会越来越慈悲 会很慈悲很慈悲很慈悲 人家真的如果没有办法改 师父教我们说 既然这样我们才会有那句 回路说佛度有情 我们先成佛再来度他 因为如果我们一直要拉他 搞不好会不会 你有时候 不要说得逃赞 你有时候会无名之中生气 又生气的时候又造个 更深的 然后又造了孔叶 然后你又没有办法放下